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围战 本节目由葵花卫康林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卫粘膜止痛更止痛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 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这队的基本情况 特别请看 我们结婚25年了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 又是养孩子 又是工作赚钱 什么事都是为了他们父子两个 他们不领情也就算了 对待我就像对待仇人一样 我知道他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但他用的方式方法 真的让我和儿子很难接受 想要和他好好沟通一下吧 但他却很强势 谁说都不听 不听建议吧 也就算了 说两句话吧 就要发脾气 我真的很后悔 当初跟他结婚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算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和他好好过日子 有请这队夫妻 有请 男嘉宾霍先生51岁来自河南 女嘉宾刘女士48岁来自河南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就算年过半百了 结婚有25年 25年了 25年 娃多大 23岁了 几个 一个 这不都结婚25年了吗 今儿来这儿干嘛呀 你看我们两个呢 是96年的时候吧 通过介绍人认识的 相处了有一段时间 后来知道他那边父母都不在了 我就觉得不太合适 当时我就想着要 以后有孩子呀什么的 肯定会有很多麻烦 就是想着要跟他分手 但是后来 他哥哥姐姐呀 过来说 在我们结婚以后会帮忙 然后我妈那边也劝说我 我也感觉着 他这个人看着挺实在 然后到98年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结婚这段时间倒是挺好的 两个人也经常沟通啊交流啊 就有了儿子之后 慢慢就矛盾就开始了 咋了呢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已经下岗了 弄了一个小店 就是那种化妆品 小百货店嘛 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一个人又在看店 还要进货 还要看孩子 我就觉得力不从心 然后那边呢 他是一直也是上班 非常忙 就是顾不上 我的脾气比较着急 说了多了 他就不吭 哎呀 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理解 所以说当时 我确实有那个念头 坚决要跟他离婚 后来他的姐姐 然后就过来就说 哎呀 你看这孩子 长着长着就大了 没事的时候 我过来帮你们照看照看 然后再过两年 都上幼儿园了就好了 我妈也劝我 你舍得把孩子 丢到这儿不要吗 所以说就这样 差不多孩子 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吧 又赶上了我们家 那边房子拆迁 拆迁的时候 他也不管 还是我一个人 你想想一个家都没了 然后也没有房子了 没有什么了 他那边还是不管 从房子拆迁到找房子什么 都是我自己弄的 他根本就不管 等于做了甩手掌柜是吧 不是这样了老师 家庭生活就是有主内了 有主外了 他平常就要照顾孩子多 在家里时间长 我的工作性质 基本上没办法在家里 做什么工作 我是做后勤工作 有时候就是一天 两天都不在家 隔两天了晚上回家来 就是睡一觉 第二天都又去忙了 事多你知道吧 就是经常不招家你知道吧 我不是也看店吗 就你忙我都不忙吗 他就是太常识你知道吧 对 就是鸡院嘛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后来我孩子不是上初中吗 然后我去找了一份工作 活也有点累 然后就也腰疼嘛 加上工作累 心情肯定也不好 孩子呢正好上初中 就是到初二那一年 就是他有点叛逆 老师后来还跟我说 他可能就有那个 上网吧那个习惯 所以说我一听我就火了 本来我天天上班 确实是都挺累的 教育这方面 我给他说他也不管 然后都是我 后来我说这马上 都快中招考试怎么办呢 然后又给他花了 一两万块钱 就报了一对一 不是害怕他考不上好的高中吗 你想想孩子 未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高中 那大学肯定更不用说了 孩子为什么怪你啊 就是太强势了 他不讲理由 就是那一次 就是他抢孩子的手机 你知道吧 他也不说明原因 他脾气火爆了很 拿着手机都给他抢过来 他也不找理由 就是不让他玩 该中招考试了 他跟他玩手机 我给他要了不要 我不给他抢过来 我怎么办 我没说你不该这样做 但是你总在讲究 点方式方法吧 你总在给孩子交流吧 你脾气一上来 也不交流 就是按照你那劲 你给他交流吧 你天天就知道宠着他 你看我们俩就没法交流 我一说话他都 他都刺我 看出来了 那后来儿子怎么着了 后来反正是考坏 还算是考了一个 差不多的高中吧 这就别回忆 你就告诉我 现在儿子怎么样啊 现在马上就要 大学毕业了 那不就完了吗 结果不都是好的吗 过程当中有些问题 还说他干啥 就从刚才两个 对孩子这个交流 和这个结果来看 我们大体知道 那个时候的 这个婚姻状态 是怎么样了 那么除了孩子之外 后来他又暴露出 什么缺点 您觉得不好的 他家里头本身就有 那个高血压 那个就是遗传吧 医生也交代说 不让他吸烟喝酒 然后他这边了 根本就不听 所以说我就说 我说你看 你本身有这个病 你要克制一下自己 是吧 我怎么克制 你对我那样 你让我怎么克制 我生病住院 大大小小也算个手术 他都没有去看看我 我们俩就说了 平时过日子 有时候我还能给他 制造一个意外的惊喜 有时候去电台点个歌 祝他生日快乐 就是怎么样 总之我生活本来都很艰苦 我只是想增加一点色调 就是让生活过了 是不是温馨一点 他不吃这一套 您猜他怎么说 你就会来这些 他说我形式主义 虚头霸脑 搞了都这些形式主义 你有那个心思 都花到挣钱上 就是说我没担当 就是他反正他总是怪我 为啥生病住院都不去看呢 我天天我都不上班了 孩子上学不用钱吗 我咋不去看他呀 我非他天天在那看着 医院不是有人看你吗 我没要求你天天去看我 你自己把去那去 我说几句 就说暖心窝了话 就是我要的是那个温暖的 对不对 我看你们俩这脾气 在这我一会儿不压的话 我让你们放开的话 你们都能动手 那当然我抱了狠 他还打过我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动过你一根手指头没有 就因为你不知道老师 他我知道 我知道他会跟着我 就说确实受了不少了苦 那时候就说 那不是他刚才说了 就是介绍了这些事情 他因为上班 他太要强你知道吧 他都没说这里头具体的细节 你知道吧 工作我觉得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你说干好你的本职工作都行了 他什么都争第一 他是商场的那种营业员你知道吧 为了业绩 为了多挣那一二百块钱的奖金你知道吧 他加班加点 比方说只要有机会了 下去搬的 因为他们的货要上架 或者干什么 他去搬的一些货物 我不是想多挣点钱吗 都是挣僵了过我 你一次两次可以 时间长了身体不垮了 最后腰间盘突出 我就说上别再干了 你要是你把身体要再拖了垮了 你对我更没好脸色 对孩子的态度更不好 然后就我说到 我说你这个病必须得治 他就听进那些旁门左道 买那些理疗仪 还有那种腰带你知道吧 我们家好几台 我让他去正规医院治 他不治你知道吧 他说这能治好 还吃那些保健品 我不是为了省钱吗 你又不是说多挣钱 我也多挣钱 是不是 我不是还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你看你光给我吵 我就是说 我是不是也是为你好 就因为这事 我数落到那去 那天正儿子 他不是在家养病 他妈妈来看的 就这样 拿着那瓷子呀 那茶缸杯子 我们离得很近的 照着我头上和打过去了 那你平常都唠叨都算了 我妈在那你还说 好好好 你看 你是想让我妈吵我呀 他说我不给他面子 说真动手 那总是常有理 真动手 对 真动手 那他当时一说 我就随手拿一个茶杯 就正好让他走 夫妻之间 我觉得男人不能打女人 同样的女人 也不能打男人 这样我在我的概念里头 为什么我从来不动 我感觉到伤感情 是是是 他就动过这么一回手吗 还是 要是一回我就不说了 就是因为我只要一说 我们俩 后来他说我冷暴力 我为什么不说话 就是说了就是 要不就是炒 要不就动手 他动手一般是用手打 还是抛起什么东西就砸 他就是好砸东西 这说白了就是好真是这 你自己不挑时候 我本来心情都不好 他非得跟他道道道说 我刚买了一双鞋 你是一双鞋吗 那女的谁不喜欢 没啊 谁不喜欢买东西 我们家的鞋 可以开鞋店了 买的都有四五十双 鞋架上摆的都是他的鞋 我其实我不是说不让他买 因为我们家的条件 确实不好这吧 经济能力 我也知道 我就说挣了不多 但是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不管你买衣服也好 就是说你买鞋子也好 因为到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是吧 就是说不是像小姑娘了 家的条件也不好 你买几件合适的 得体的 哪怕贵一点 我的意思 你有钱吗 我也想去买 去那高档的商场里 他意思就是 刺我不挣钱 我听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几件衣服都可以了 这样也不浪费 我跟你说老实实 我气到哪了你知道吧 鞋子你买的多了 你肯定 你说他能穿得过来吗 有了新鞋子 放了儿子不穿 他买的 我看着舒服 我就想买 怎么了 他买的都是那些处理的鞋子 便宜你知道吧 他也是为了省钱 这我也知道 但是就说 你这样实际上 钱也没省掉 是不是 也浪费了 我就是 后来我们为什么 就是冷战不交流 就是这 交流就是这 要不就打 不是光我说 儿子说你了没有 儿子怎么说了 对不对 就因为你天脸说 多了才说了 你看他说我 那他说我 你都不会制止 你说你妈就应该买 你做的对了 我就说了 我支持你做的不对了 我也支持嘛 你就是事多 就因为说这 拿着那拖鞋 还是拿 你知道吧 他不分 他不分轻重 你知道吧 幸亏那个拖鞋 这一次是 这有什么说什么 那一次 这一次的拖鞋 他是因为拖鞋 毕竟轻一点 就说不是说太重 还是 他就看着你 他生气嘛 看着我脸 就照我头上打 我跟你说老师 我不是 我心里真正 我真的是觉得 我能感觉得到 你说 你说这鞋子 衣服都是小事 咱不说了 作为夫妻之间 对不对 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们分房事 已经好久了 我为什么不给你 住在一张床上 一个房间 你不知道吗 你那都是理由 他嫌弃我 说我吸烟 说我晚上睡觉 磨牙什么 那屋子里头 都是烟味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你说主持人 我好不容易睡着了 他那边呼噜 打了震天响 我根本就睡不着 咱们又不是 刚结婚的小夫妻 都中年夫妻了 非得住到一个房间 我就不想跟你住一个房间 你还是看不上我 你就是我跟你说了 你就是对我心里有气 你说那都是找了 都是借口 天天一个大男人 我做饭也挑毛病 什么都挑毛病 你那不挑毛病吗 不是光我说 儿子说了没有 他做饭我跟你说 刷那个碗 那碗上的油 我跟你说 那次儿子说你了没有 吃个饭有那么讲究吗 吃饱就拉倒了 你看主持人 我洗个青菜 洗三遍不行 他得洗六遍 我包的蒜 一点蒜皮都没有 那你一拍一炒 不都完了吗 哪有那么多事啊 你有蒜皮也行啊 那蒜包了坑了挖挖了 你说一个大男人 天天这些鸡毛蒜皮也是 所以说我就 现在各吃各的 我也不搭理你 你说就说七话 我问一句 有没有谁不想过了 我不想过了 您还想坚持对吧 我想坚持 你想我天天为这个家 孩子孩子他不管 我干活吧 他也是老是埋怨 这不好了 那不好了 我好奇地问一句 就是不管不管的 这孩子怎么还读了大学 还要大学毕业了呢 那都是我管的 那他呢 他挣钱了 他挣钱就不算事是吧 我也挣钱了 他挣得没你多 我没他挣得多 哦 这咋不喊了呢 你看不上他什么 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刚结婚的时候 跟他沟通 就是后来有了孩子之后 跟他说啥的都 不理我那么多 我就觉得他冷暴力 就后来就干脆就不沟通了 是不是生孩子之前 就是你们俩一开始的 相处模式是谁听谁的呀 应该是他听你的对吧 是他听我的 就是在这个家里面 其实主导者是您 我能这么理解吧 对 我问几个问题啊 这二十五年 他有没有对您背叛过 没有 确定吗 他不是那种人 没有 确定没有 确定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有一些妻子 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他过不去坎儿 所以我就要非跟你这样 所以说 这二十五年来 最看不上这个男人的 应该不是他的冷暴力 他不能挣钱是吧 对 他如果挣了多的话 我就不用 那么操心 你是嫌弃他没本事对吧 有点 所以这么多年 就一直压着他对吧 也不是压着他 你不会挣钱吗 你最起码你没有时间 你去给孩子交流交流 不是 现在 儿子不是下学校毕业了是吧 儿子跟谁的关系好 跟我的关系好 你不是不跟儿子交流 怎么还跟你的关系好 我是就说呢 遇到这些事情 就是他们发生了以后 我因为我不在场 我没法管 但是我会私下来 我会和儿子说的 我说他妈妈就 爹跟儿子亲 我这边立出了 然后他那边 他意思就是我没向着他说话 您是出力而不讨好对吧 是啊 那儿子现在这个 你们觉得儿子这个成长 到今天这一步 算是成功还是失败 还算是成功吧 但是我觉得儿子 受他的影响 就是说呢也不少 你为啥不想分开 他人好啊 他就是脾气不好 我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他的脾气 谁人好 我爱人呢 他人咋好 他也不关心你 还动手 他很吃苦 要强各方面 我就是说呢 我总感觉就是说呢 我们俩说话就是说 原来那时候也可以呢 但是我 对啊 我这么多毛病 咱俩就不用过了 我不是怪你 我只是给你 希望你能听进去 收敛收敛脾气 你就差求他了 我也不知道 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了 不是主持人老师 我总感觉 作为一个男人 他跟着我没享福 我觉得确实有点亏 而且你说这么多年的 青春也丢了 然后这腰间蛮突出 还有病 我心里确实亏朽 但是我 但是我老师 人都是矛盾起 谁不自私啊 不是 我说不了他这个脾气 你一说都是说 我腰不好 你知道我对你最 你说 还是说到他那个病 他如果他那个 烟啊什么呀 他就是把我说的话 从来都是当耳旁风 你想想儿子这么大了 以后这个家庭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你高血压 要万一有个什么事情 你说这个家怎么办 我说的意思是 他酒烟 我让他 不让他吸 他非得吸 不让他抽 他非得抽 刚才你先生 其实也说了 他说他对你是愧疚的 在内心 因为他没有给你好生活 你觉得你嫁给他25年 亏还是不亏 我觉得有点亏 这个亏来自于什么 如果我要一开始 不嫁给他 我也不会到今天这样 也许更惨 今天来的目的是啥 我就想着 既然这样 还不如不过算了 您不想过了 对 不想过 反正孩子也大了 不是 你不想过是怕什么 是怕他有一天 喝酒 加高血压 脑溢血了 瘫在床上了 你嫌麻烦 还是什么 也不是那 我就觉得 你想想 二十多年都过来 不管吵吧什么 这就分不清了大小事 你说平常吧 你说我做饭了 什么呀 这些毛病都算了 你说你自己的身体 都不爱惜 你还说我 多关心我 多关心我 你说我相信吗 听懂了 肯定不理吧 不相信 烟酒能见吗 关键是我心里 我也有说不出来的委屈 对不对 你说 我就这几十年了 我就这一点也好 我难受的时候 就想喝点酒 不是不让你喝 就想洗点酒 我的意思是 你自己在家喝了干啥 你那下牙多高 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行吧 你们看吧 二十五年的一对夫妻 谁的心里都没有外人 谁的心里都没有外心 两个人的所有的心 都放在了这个家里 想把日子过好 但是这个日子 好像过得就是不舒心 就是不如意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委屈大了 对吧 都觉得别人在欺负自己 自己好像 嫁了这个人 娶了这个人 都那么不如意 是吧 可是到关键时候呢 又有人拿一些东西来逼着对方改变 比如说 妻子会说 我就希望你戒烟戒酒 因为你有高血压 看起来 焦点在这个地方 实际是二十五年 婚姻当中的一些积怨 怎么调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圈 平时无话可说 也有话说 那就是争吵打闹 你说他冷暴力 你自己的暴力呢 你们自己也明白 你们现在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你们的婚姻 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他不能干 赚不了很多钱 这一直是你的心病 如果一个妻子 二十五年的婚姻 只盯着这个老公 能不能干 能不能赚钱 很多家庭早就都散了 哪有可能各个丈夫 都是非常能干 非常能赚钱 为什么不多看看她的优点 原因很简单 她心中永远耿耿于怀的是 我对这个丈夫不满意 当年你萌发离婚 是因为家人的劝阻 孩子还小 但是这个心结 她一直维系到今天 所以到了此刻 她会非常断然地认为 我们这个家没法过 她说的是不是事实 绝对是事实 但是毕竟二十五年婚姻 你让她一个人 决绝地提出离婚 她还做不到 她需要你的配合 如果你同意离婚 她立马 就和你去离婚 为什么今天到这里 你也愿意来 最好 我们大家劝你们离婚 按我自己的判断 这样的婚姻 名成实亡 我听力下年纪还好啊 正是最好的年龄 孩子长大了 我们还算年轻 多好的人生的篇章 可以重新开始 我也不知道 你们俩在这儿打呀 闹啊 冷暴力干嘛呢 明明好日子 都不知道该怎么珍惜 年轻时候 嫌她家没有父母 嫌穷 这是好吗 年纪到了中年 开始走向 身体衰弱的时候 嫌她身体不好 高血压 她抽烟喝酒 不是第一天了 你要真关心她 二十岁的时候 陪她借呀 今天高血压来了 你觉得身体 每况愈下 这叫好吗 包括你还对她动手 一个好女人 对任何人 都不会动手 你那皮只要来 无论拖鞋 茶缸 罩着就打 这不是一个好女人 该做的事 我认可你的辛劳付出 但是那个付出 咱平心而论 还是为你自己 你有为他付出多少 你有为儿子 真正的他的幸福 付出多少 你说爸爸 从来不和儿子沟通 他就不爱孩子 我听起来不是啊 为什么你觉得 你辛辛苦苦 带大了儿子 儿子跟爸爸关系好呢 因为爸爸做得好 爸爸对儿子的爱 是无私的 不是控制的 不是占有的 所以 真的你做得不够好 既然那么不满意 你也别折磨 他了 我觉得 一个男人 不是说能赚多少钱 而是说 我努力了 我为这个家 我爱老婆 爱孩子 我可能能力有限 我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做了 我就不亏欠任何人 咱这前半生 就做得光明磊落 就这么个能力 儿子培养的也不错 那媳妇嘛 你也努力了 任打任骂 留不住 就算了吧 我就是这个建议 谢谢 好的婚姻啊 它是一个坚硬的铠甲 能够抵抗生活当中 所有的不幸与难过 但是坏的婚姻呢 它就像一件易碎品 一碰就支离破碎了 离了吧先生 没老婆怎么了 自由身 想干嘛干嘛 喝酒根本没人管 抽烟无限抽 今天想跟朋友聚会 又跟朋友聚会 明天不开心了 我就睡一天 我每天还得听她唠叨 还冒着生命危险 说不定哪天 一个烟灰缸砸过来 我就得去医院了 反正现在 有老婆和没老婆 有区别吗 而且没老婆 可能只是一时的 说不定过一段时间 你又找到 新的爱情了呢 你真的试一试 就答应跟她说分开 可以吗 那你没救了 其实任何一个家庭 都有痛苦 只不过有一些人 他会把痛苦 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我一边痛苦着 我一边享受着 谁家的日子 都是这样过 你如果看不上 这个男人的话 你可以转身就走 但是不能 这边拽着他 然后那边还打骂着他 还打压着他 就这就有点 不厚道了 我觉得 就再怎么着 也念他曾经 对您的好 但是要是真的 死了心了 不想过了 我觉得就不要 再欺负别人了 咱走就行了 对吧 你有没有想过 法律为什么允许离婚 因为法律保障的是 个体的权利 一个人有跟你过的权利 有不跟你过的权利 有喜欢你的权利 有不喜欢你的权利 有爱你的权利 有不爱你的权利 跟你在一起 如果每一天都是忍受 跟你在一起 看着你就讨厌 说句实在话 人真想走 你也拦不住 走就走了 这件事情 没什么可哀怨的 那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个 人来到你身边 本来就不情不愿 第二个 人孩子也养大了 责任也尽到了 要走就让人走嘛 不因为他走了 就说明你没有价值了 我论子不过 ToSigo 我论子不过 你肯定是一个线 我论子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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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走就 cumin 我论子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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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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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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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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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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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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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